中秋节快到了 人气月饼成为话题 有香港知名的月饼业者来台开设快闪店 装潢设有直播间以及乐器等 要以音乐为主题和民众一起欢庆中秋 另外主打商品包着咸蛋黄和奶黄的流星内馅月饼 也吸引不少民众大排长龙 业者还搭上今年月饼联名款跟缩小化的趋势 推出卡通漫威角色联名款吸引亲子客群 金黄月饼一切开 浓郁内馅流出来 淡香奶香气味逼人 咬一口咸甜滋味在口中化开 这款月饼从香港红到台湾 中秋节还没到 民众已经迫不及待想尝鲜 这个月饼还有 这个的话目前已经卖完了 月饼实在太夯 业者祭出快闪店活动 分成三个时段开卖 即便平日中午人就大排长龙 热销商品五分钟内抢购一空 扑空民众只好继续等下个 开卖时段 就是它味道我是比较喜欢的 单纯以流沙这个品香来讲的话 就我觉得它就是整个口感 跟放了以后的味道也会比较好 流沙内馅 浩客们一尝再尝 业者透露为了增加民众提代率 特地举办快闪店 结合网路直播 摆放乐器等布置以音乐为主题 陪伴民众庆祝中秋佳节 另外只要来消费 还有特别的小礼物可以拿 一打开铁合月饼瞬间入手 还有这款卡通漫威角色的联名款 迷你造型超Q外包装 收藏迷不可错过 另外三个一组焦糖咖啡内馅 打破传统口味 今年月饼礼盒有缩小化趋势 许多老字号品牌推出 迷你版一口月饼 瞄准年轻客群 也有业者把月饼跟咖啡 或酒类联名大玩跨界合作 枪攻中秋月饼商机 业者绞尽脑汁 谁也不想缺席 绝合播动